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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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过的星辰如麻 忘不穿雨中的她 这一身月光光 能否待她 上的星跪墙 愿做她掌声的明珠 献上我纯真的祝福 回忆中的路 开满花族 绽放半世的光束 愿做她掌声的明珠 献上我纯真的祝福 明月将我心 写起碧雾 留下不悔的寄宿 愿做她掌声的明珠 献上我纯真的祝福 回忆中的路 开满花族 绽放半世的光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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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环妹 岂时你昨夜走了 就不该回来 不该给我希望 又马上让我绝望 不该把我最幸福的一刻 变成最耻辱 最伤痛的时刻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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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哥哥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只要你别杀他 我现在就跟你回去拜堂成亲 他不能回去跟你拜堂成亲 他要是嫁给你的话 那就是 对这么无情 对你不忠 更是对他自己不仁 玄奕 你不要为难一个女孩子 你有种来 可否有种 跟我决斗 论武功 朕远非你的对手 但你我的身份 又不是江湖的寻常莽夫 怎可以以我定输赢 你 若你我争的是天下 自然不该以武论输赢 但现在 我们争的是一个女人 则你我的身份 不过是世间 已寻常男子 爱心觉罗玄夜拔剑吧 我就站在这里不动 只用一双肉掌与你交手 你若能逼得我双脚动一下 就算你胜 我和一欢的婚事取消 你带她离开 你若是败了 我也放你一次 让你离开 我带一欢回去 继续我们的婚礼 是男人 就接受这次挑战 否则滚回你的紫禁城 做你的八面威风的皇帝 但是 你再也没有资格 以寻常男人的身份 来跟我抢一欢 好 走 那朕就接受你的挑战 与你决斗 你疯了吗 你肯定打不过朱哥哥的 你快走啊 花儿 自八岁起 朕就只能是一个皇帝 但是朕 现在想任性一回 做一位世俗男子 却真真正正地 跟朱慈萱来一个决斗 若是输了 朕也绝不好悔 朱哥哥 三十不说 你这几天都不能与别人交手的 康熙都应战了 难道我还切战不成 魂妹 这是我们两个男人之间的决斗 跟你没有关系 朱哥哥 玄义 动手吧 洛小弟 撿 你虽然有什么时候 来 你快走 你快走 门小弟 你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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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两个别打了 玄奕 你现在明白了 做皇帝 你或许比我强 但做男人 你永远比不上 所以 你还是认输了 朕 绝不认输 朱哥哥 朱哥哥 你千万别杀了龙小弟 朱哥哥 龙小弟 千万不要杀害我的朱哥哥 主子宣认输了 朱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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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啊 朱哥哥 朱哥哥 你醒醒啊 朱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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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儿 她已经输了 你跟朕走吧 不 她是因为我逃了婚 练功的时候走火入魔了 她私下放了我 犯了蒙贵 所以受了边刑六十下 现在和你决斗 又加重了伤计 否则在平时 纵使有十个你 也打不过我朱哥哥的 朱子宣身受重伤 还要跟朕决斗 如此意气用事 怎么能成就大事 那你呢 孤身一人前来寻我 难道不是意气用事吗 花儿 朕不是意气用事 出来吧 放上 原来你早就安排好了 花儿 朕想做你的男人 但是朕更是大清的皇帝 朕在任何时候 都不能意气用事 倒是朱子宣 明明受了重伤 却还只把心思 拥在你我二人之上 他过来的时候 没有发现林中有埋伏 那你现在想干吗 你想杀了我朱哥哥吗 花儿 朕不想骗你 你和朱子宣 朕必须带走一个 如果你今天不跟朕走的话 那朕会将朱子宣 带回去打入天牢 有太皇太后在 朕无法抱她不死 但你若是跟朕回去了 那朕可以将她留下 是去是了 你自己决定吧 你这根本不是在跟我赌 你这是在逼我 朕就是在逼你 因为朕输不起 朕不能没有你 朕更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 去嫁给朕最大的敌人 是 义欢 大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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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是先把你送回去 来 这是师父闻发的信后诞 不 不 不行 我不能带大师兄回去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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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大师兄 你醒了 你醒了大师兄 怎么样了大师兄 好点了吗 清承 我这是在哪儿啊 大师兄 大师兄 你昏迷了三天三夜 都快把我急死了 你昏迷前是不是跟人交手了 你忘了三师父的嘱咐 不过 在你伤好之前不能交手 方美 不然你的伤会缠绵不遇的 桓美呢 桓美现在不在这儿 师父门在找你 还发出了信号弹 我没有把你带回去 因为我怀疑 我怀疑咱们明珠谷可能有内奸 所以康熙才会这么快去 我不想知道内奸是谁 我现在什么都不关系 我只想知道 花面去哪儿了 大师兄 她是不是跟康熙回宫了 大师兄 你别这么激动啊 你告诉我 她是不是跟康熙回宫了 好 我告诉你 你可别太激动啊 那天我打算永远离开你们 可是我离开山庄没有多久 我发现天空中有孔明灯 我就猜到是康熙去找一欢了 就悄悄跟了去 结果我看见 一欢 为什么 为什么 她为什么要跟康熙走 为什么要骗我 为什么要这样子羞辱我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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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师兄 为什么 大师兄 为什么 大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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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不 大师兄 来来来 来呀 不要 龙小殿 你不是答应过我吗 你永远不会杀他们的 你不能出尔反尔啊 不是朕要杀他们 是你们的奸险 把他们出卖给太皇太后 是太皇太后之意要杀他们 朕也是迫不得已 醒醒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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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叔姑娘 你怎么了 我没事 做了个噩梦 不 先下去吧 是 朱哥哥 你怎么样了 你现在是不是很恨我 以为我无情无义地抛下来 跟着康熙走了呢 你和朱自轩 朕必须带走一个 如果今天你不跟我走的话 那朕会将朱自轩带回去打入天牢 这样太皇太后在 朕无法保得不死 但若是你跟朕回去了 那就可以将他留下 是去是留 你自己决定吧 你朕根本不是在跟我赌 你朕是在逼我 朕就是在逼你 你们朕输不起 朕不能没有你 朕更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去嫁给朕 最大的敌人 朱哥哥 我没有言而无心 戳而犯了 我一来是为了救我 二来是为了查清龙小弟 为什么能对我们这边的情况了如指掌 我们民主谷是不是还有奸细 你能原谅我吗 你穿什么东西 这人怎么穿这样 这不前朝服饰吗 真是少奸 你看看他穿的 什么衣服啊 还在 让他让他还在 你穿给我 有一个合作的 你看看 吃来 来 晓儿 那就来 客官 你这都喝了一晚上了 还能再喝吗 你还有钱再喝吗 连你也看不清 你以为我没钱吗 够了吗 够了 够了 客官 只要您觉得小店的酒好 您随便喝 走 走 走 你看这儿胆挺大呀 竟然敢穿前朝的服饰 对 你看 还穿着新装服呢 咱们坐 坐 坐 来 你们说啊 这人会不会是乱党啊 要真是乱党 岂敢穿着前朝服饰 公然上酒楼来招摇 我看 不是哪个戏般的戏子 就是个疯子 对对对 小大戏子 我看他可不像是疯子 你看他那副 伤心欲绝的样子啊 你说他既然穿了新郎的服饰 他不去洞房花竹叶 好来这酒楼干什么呀 对对对 对对 我看呢 一定是新娘嫌的顾忠佑 将她赶出去了 我跟你们说啊 这说命啊 是惹新娘子别有所爱 逃婚去了 那这个男人 岂不成了一个大乌龟 对 乌龟 玩吧 给我滚 对呀 他说什么 给我滚 赶上大爷滚 也想得让我们滚 让你滚 来来来 好恨不吃眼前亏 咱们撤 快撤 快撤 走 走 去去去去去 去去去 是你呀 是你呀 酒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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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酒呢 喝酒呢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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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师兄 你醒了 环美 你怎么叫我大师兄了 你不是最喜欢 叫我猪哥哥吗 好 既然你喜欢 那我就叫你猪哥哥 猪哥哥 我们成亲吧 我们先合锦 再成礼 成亲 好 可是师父们不在啊 成亲是我们两个人的事 师父们在不在 不要紧的 好 我们成亲 我们成亲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我真的好开心 好欢喜啊 猪哥哥 我也是 我也是 还不过 你 还是 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我 当然是我 大师兄 我是真心爱你的 我愿意做你的亲娘 我愿意嫁给你 不 你别这样 不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啊 大师兄 你别再想着小师妹了 小师妹已经跟着康熙走了 她的心里眼里只有康熙皇帝没有你 你怎么那么糊涂啊 你别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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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要说 我要让你清醒过来 大师兄 我不能看着你这么折磨自己 难道你不明白吗 小师妹 一直把你当成亲哥哥看待 他真正爱的人不是你 是那个康熙皇帝 他们爱得有多深 难道你看不出来吗 他们两个一定也会成亲 没准现在也在洞房花烛夜 没准现在也在洞房花烛夜 大师兄 你醒醒吧 不 不会的 我们不会骗我的 他不会这么对我 大师兄 这是真的 倾城亲眼所见 他们一起走了 不要再折磨你自己了 一直真爱你的人 是倾城我呀 这么多年 你 倾城一直默默地爱着你 我理解你 我懂你的心 大师兄 就让我嫁给你 做你的新娘 一辈子和你在一起 关心你 爱护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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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本来跟哀家说得好好的 只是为了收服人心 才暂时呢 放了朱四川等人 怎么就斗起来了呢 这若不是朱四川此前 先受了重伤 那皇上岂不是危险了吗 太皇太后都不用担心 皇上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奴才已经做了周密的安排 一发现有什么情况不对 他们会立马冲出来保护皇上的 你还有脸说呀 如此大事你都不来向哀家禀报啊 你还不加以劝阻啊 就这么游着 皇上任性啊 太皇太后 您真是委屈奴才了 这皇上为了怕奴才走漏风声 一直都不让我离开他的视线 再说了 皇上的脾气您是了解的 那哪是奴才能劝得住的呀 皇上啊 他原来可不是这个样子 都是这个李义欢哪 把他蛊惑成这个样子 现在最可虑的是 皇上居然把这个李义欢 又接回宫了 这 这可如何是好啊 你呀 亏你还是柳宫之主呢 你居然如此无用啊你 皇祖母 妾身也劝过皇上 可皇上每次听了以后 抬脚就走 也不管妾身这面子上 是过得去还是过不去 从此以后 也再也不来这昆宁宫了 妾身 到哪里再去劝皇上 罢了 刚才 哀家是把话说中了 这也怨不得你 皇上啊他亲政以后 大权在卧呀 但是在这个事上 还得靠哀家亲自去把关哪 刘嬷嬷 好啊 奴才在 带上几个人 去把这个曾经的笔墨誓书 给我叫到慈宁宫来 喳 太皇太后啊 您要见着李怡欢 那奴才也不方便待在这儿了 奴才就先告退了 万一要是传到皇上那儿 皇上会怪奴才多嘴的 你也去吧 以后再有什么事情 还得要你及时向哀家禀报啊 这 皇上真的 身边不能缺少像你这样的忠心耿耿 不怕给皇上纠错的人哪 这 这这这这这 多谢太皇太后奴才告退了 奴才告退 这个李怡欢哪 居然还敢回来 真把这紫禁城当城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啊 有这么随便的吗 我 有这么随便是 那 一 一 有 一 一 艺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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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心流于人身间 手握乾坤 仙方鱼子在云端 花开之间 柳红铁掌心轻圈 天与地 开在眉间 谈千秋 万事怀念 心中细流 回远方清卷 回首一生 心中细流 路满满 天与地 开在眉间 谈千秋 万事欢颜 天与地 书记许清愁 望月平澜 星辰入梦 心间 黄小 天与地 законч 眉间 眉間 静 只能 估计 溃 绝世 山 回首 想 全 海 是